哈囉,大家好,我是塔塔 很快的,耶誕節就要來臨啦! 你想好要做什麼菜給你心愛的人吃嗎?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這道非常簡單又好吃的迷蝶香檸檬烤雞 我們先處理雞的部分 雞肉買回來,圍圍外圍都要清洗乾淨 然後用過濾水浸泡15分鐘 現在我們把它瀝乾一下 準備一鍋滾燙的水 我們要來汆燙一下雞肉的表皮 如果你買的全雞是沒有雞頭,會比較不好操作 燙過的雞皮會有點熟化 這樣在烘烤的過程中,就不會一直去吸取雞肉的水分 現在我把雞腳取下來 你可以用料理剪,或者剁刀來處理這部分 我沒有吃雞頭,所以就一起去掉了 現在給雞一點鹽巴,糖,黑白胡椒調味 焦糖的目的是為了讓雞肉打到嫩口 不可以少喔 像這樣在調理盆中,將這些調味料搓揉均勻 放這隻雞做按摩 肚子裡面也要放鹽巴,糖,胡椒 然後幫大家按摩一下 在這個地方找一個縫,把雞皮跟雞肉分離 這樣不僅可以在這個地方做調味 也能夠煮個皮去吸收肉的水分 我們先這樣靜置15分鐘,讓雞肉出水 現在來處理迷迭香 按照迷迭香的生長方向,逆向的把葉子拔下來 像這樣 大概準備30-40克左右的份量 然後把葉子做碎 再把這些處理好的迷迭香放一些在雞的肚子裡 雞皮的下面也放一些 然後先割一下 切一點蒜末,大概30-50克左右,看個人喜好 這邊需要準備兩顆的黃檸檬 這一顆就在表面上戳幾個洞口 這樣烤的時候,味道比較容易滲透出來 另外一顆檸檬我要刨去它的外皮 然後擠半顆的檸檬汁 現在雞肉已經滲出很多水了 我先把雞取出來 然後擦乾表面 先把蒜末放到肚子裡 再來是一整顆的檸檬 還有一些無鹽奶油 一共的份量大約是50克左右 雞皮的下面也要塞奶油 然後剛剛的檸檬皮也要塞在皮下 表面塗一些檸檬皮跟奶油 剛剛剩下來的一些迷迭香也要塗抹在表面 第一次這裡不要忘記囉 最後把半顆檸檬汁倒入肚子裡面 我們找一兩隻牙籤,把這個洞口縫起來 預防料會掉出來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需要一條棉繩 幫這隻拳雞做造型 繩子先繞到下面來 然後跨過兩腿的地方,繞上來 綁緊 再往下繞一圈 交叉 繞上來,打個結 再幫他打一個蝴蝶結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雞翅跟我一樣折不起來 可以拿一條棉繩放在雞的下面 然後這樣繞上來 這邊打一個結 把雞翅收在下方 繩子這樣繞上來 穿過尾端這裡,然後打一個死結 這邊雞翅翹翹的 就把它收到繩子下面來就可以了 把多的餡剪掉 只要把它收得圓圓的就可以了 現在把烤箱預熱到180度 然後再切一點洋蔥 馬鈴薯 還有一點番茄 找一個烤盤把這些蔬菜都放進來 其實放蔬菜只是為了要讓雞肉的下面做對流 如果你有鐵架的話,也可以把雞架高就可以了 最後把雞放在蔬菜上面 建議放平一點 這樣烤的時候會比較均勻 我會建議蓋上一張鋁箔紙 包著雞肉 這樣雞皮才不會先烤焦 烤箱預熱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烤箱了 我買的全雞重量大概是2400克左右 烤的時間是一個小時20分鐘 通常烤一公斤需要33分鐘左右 這樣你就可以依照自己雞的重量來判斷要烤多久了 大概烤到30分鐘的時候取出來 掀開鋁箔紙 繼續的放回烤箱烤 然後再烤20分鐘 這時候旁邊先準備好蜂蜜 等一下我們的雞皮要刷上蜂蜜 這邊提醒大家是刷蜂蜜不是蜂蜜水喔 20分鐘後 再從烤箱取出來 幫雞皮刷上盤底的油跟蜂蜜 表面刷上蜂蜜的話,會比較容易上色 也會比較好吃喔 這時候把烤箱的溫度調高到220度 繼續的烤 我大概是刷上兩次就已經上色了 如果你不放心,可以用一支牙籤測試看看熟度 牙籤中間的位置是溫溫的,那就表示熟了 今天的這支烤箱烤得相當成功 雖然表皮有產生裂紋,但是看起來有一種自然美呢 趁著它還有熱度在 幫表皮刷上一些滴下來的油脂 看起來會更誘人喔 我已經忍不住要切開了 哇,真的好juicy喔 你可以撒上一些百里香在雞肉上 我切一點雞肉給大家看,真的很嫩 你看裡面的纖維非常的嫩口,完全不柴 柱子裡的那顆檸檬不要浪費囉 擠在雞肉上,吃起來會更清爽更好吃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分享,請幫我點讚跟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掰掰